如果有积极的心的话,有坚定的意义的话 最后一定能点燃我们心中那个爆发力 把困难,把挫折排斥了 再来我们就是要立定一个目标 因为在航海当中 除非有了目标,有了航向 不然的话,不管是刮什么轰 都不是顺轰的 因为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之后 重要的是逆轰 但是它还是可以往前迈进的 也就像说我们种事一样 种事会给人快乐 因为我们种下了希望 不管是它是一个木材的事 或者是它是一个狗事 都会希望它将来能长大成才 希望将来它能开发结果 所以就是种下了一个希望 因为这个样的心 所以会让人感觉是很快乐的 其实人生不怕慢嘛 就只怕站着不动 因为有的人他自己感觉自己的能力 跟别人真的是差太远了 或者是说他已经落后别人很多了 就很容易自己自暴自弃啊 但是机理并不是一个永远不变的 它完全是可以随着人的主动性而来调整 因为这个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能多付出一点的努力 中国有一句实话说 不怕慢 只怕站 站一站 两里半啊 就是说 一时比别人落后 没有关系 一时呢 走得慢 也没有关系 最怕的就是站在原地不动啊 世界上没有白出的午餐 任何的理想要实现 就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 而且你付出的程度有多大 那相同的你得到的回报就有多高 因为如果只有空洞的理想跟意愿的话 那却不付出艰辛的努力 那最后的结果只是一个白日梦啊 有些人 他是愿意努力 但是却抱着一种等一等的心啊 所以就这样把时间拖延了 理想就没有办法付出行动 可是我们要清楚的 首先知道的不是做与不做的问题啊 而是该不该立即去做的问题 所以正确的态度呢 应该是不仅是行动是很重要的 而且行动的果断力啊 同样是十分的重要 因为切磕果断力的这个行动啊 偶尔是一种没有力量的行动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因为现在不做 等于是永远不会做 因为人生是苦短的 要做的话就要立即行动 如果说以后再做 那经常是一种不做的一种借口 将事情拖一拖 最后呢是拖到 就没有做了 何况人生呢还有很多的事情啊 如果我们不立即的行动 那我们不只是会误了这件事情 而且还会耽误了 其他的 在这种而来的机会 就这样的消失掉了 所以 眼高手低 这是很多人 他拖延事情 不行动的原因啊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是大事情 是小事情 我们只要能勇敢的行动 不断的去努力 那这才是实践理想的一个根本方法 小张 小时候他立下一个信念 他想要拥有一个 养两百头的牛 跟养的一个牧场 当时 他的老师嘲笑他这种想法 可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 有一天 这个老师又带随生 去参观一个牧场 结果 这个牧场的主人呢 就是当时 老师嘲笑他的这一个小张 让老师也感觉得很震撼 所以 只要我们能 规划我们生命中的蓝土 做一个生涯的规划 就像说 我们设计一个建筑的蓝土一样的 因为生涯规划 顾名书意就是一个人 对他的生涯 作为一个最适合 他的一个妥善的计划跟安排 并且能够 应用这个环境的资源 在短期内 充分地发挥自我的潜能 达到各个阶段的生涯的成熟 最后呢 能达到自我的实现的境地 所以圆满地完成了既定的生涯目标 一个人如果能了解自我 接受自我的优点跟缺点 并着照着个人的需求 以及个人的专长 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 那么他的潜能一定可以发挥出来 而且可以自我的得到一个实现 这样对个人的身体的健康 职业的生活 心理的特质 一个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生涯规划的主要的意义 其实就是在于成就自我 实现自我 另一方面呢 他可以增进了家庭生活的美满 因为一个人 如果他的生涯规划妥当的话 成家之后 不仅能因为个人的成就 事业的如意 提升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 也为家庭的幸福带来的正面的效果 同样的 也可以给他的主女一个良好的示范 使他的主女在和谐的家庭生活当中 因为身心就可以获得一个健康的成长 还有 妥善的生涯规划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因为生涯规划做得好 不但个人可以找到了 复合自己的志向跟兴趣的工作 进而能可以在这个工作当中感觉很快乐 而且在工作当中创造智慧 所以同样的求财机构 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对工作的推展 也会很顺利 对个人以及对社会 双方面都会有一个正面的意义 那生命的蓝图 它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 可是不要轻易地修改 更不要是盲宠 有一个人他去拜访朋友 那时间到了他要去坐火车 那这两个朋友就送他去坐火车 那他的行动 因为总是只能对客人的一种真诚 所以帮他提着行李 火车也到了 所以他们急急忙忙的 他自己拿着车票 他两个朋友都帮他提着行李 那在很急的情况之下 这两个朋友 送行的朋友就上了火车 而且他行动慢一点 结果没有搭上火车 那就这样子跟他会会手 结果这两个送行的朋友 是上了火车 这个要坐火车的人 结果是还